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8日 星期一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 兩會在大陸 北京正在進行 兩會裏面的工作報告也露出不少端倪 這次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兩會究竟有甚麼重大啟示 尤其是這次兩會在外交方面可以說是遭受到 全世界的圍堵 不單止美國 傳統基金會把香港撕柴 成為 文明世界DQ香港 跟中共一樣 本身 連續25年 排第一 現在跌到中共同級數的107 然後 然後 在外交方面 中共只能夠提出一個雲外交 即是大家在網上說 沒有辦法正面 亦都 受到全世界的包圍 圍堵 所以 在外交方面是很嚴重的 另外原來 突顯了一個 很大很大的嚴重問題 就是一帶一路 已經瘦皮 這一節在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Patreon 月費贊助 最近發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已經Patreon 有部分朋友 給了錢 就聽不到 有部分朋友就剪掉了 但是他繼續給你聽 但是也有部分 有訂閱 顯示是沒有訂閱 不過他又可以聽到 很奇怪 我們也知道 很多訂了Patreon的朋友 其實是沒有在Patreon上聽的 純粹是支持我們 真的衷心多謝 我們盡量也會 更盡快因為 現在Patreon的系統出現了問題 現在 他們也說努力在搶收 如果你發覺 想訂 但是原來又被人 無端端自己停了 那個自動訂閱 那麼你就 可以訂回的 好了 我們這節要說說 中共在兩會方面 完全 可以說暴露了自己的弱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 他們提到外交方面 可以說是 受到全世界的遺剿 因為 你只看他的用詞 已經出現了很嚴重的變化 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做了政府工作報告 報告 對去年外交工作的總結 那些用詞 越來越保守 越來越收皮 甚至乎越來越暗躊 2019年的報告 中共就是說特色大國外交 取得新成就 到了2020年的報告 新成就沒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特色大國外交的成果封石 新成就也是高級一點的 成果封石已經低著級了 今年更糟糕 今年兩會連成果封石也沒有了 變成 去年中共特色大外交的卓有成效 優良尚可劣 現在 只是去到 連尚也不是 勉強合格 由之前的新成就 變成 成果是封石 也算不錯 今年 只是說 成效 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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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北韓沒有跟你斷交之外 其他也好像不想理會你 還有白俄羅斯全力支持中共 以及緬甸 所有潰子手都站在你那邊 然後 這個新成就 到了成果封石 再到卓有成效 根本就是連續三年 都是降級 中共的語境 其實就是 不斷的 只是一般的 只是一般的 所以 這句卓有成效 中共已經是他自己已經承認了 基本上 外交方面 是年年敗退 好了 兩會期間 當然除了傳統基金會 將香港撕裁 另外 3月3日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公佈了 拜登政府的首個國家安全 戰略中期指導方針 報導 說美方 將支持台灣這個主要的民主政體 關鍵的經濟和安全夥伴 這是符合美國長期承諾 美國並將捍衛民主 人權 與人類尊嚴 包括香港 新疆與西藏 在這些議題上 美國將致力與理念相近的國家 達成共識 即是怎樣 即是要拉攏一些盟友去對抗一個和一個侵犯香港新疆 以及西藏的中共 這份報告的重點是甚麼呢 是美國無視中共支持的紅線警告 再次表態 支持香港 新疆西藏 外交部的王毅警告華府 千萬不要干涉台灣事務 崔天海也說 有關台灣、新疆、西藏的事情 美國是不虛空的 但是美國告訴你 我就是要碰 你夠膽膽吹嗎 楊潔篪當時也警告 台灣、香港、西藏、新疆等議題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 是碰不得的 3月 國務卿布林肯在發表首任 這個主要的外交政策演講 他列出 美國的外交的八大優先 其中就是應對中共挑戰 布林肯強調 當新疆人權被侵犯 香港民主租錢踏時 美國也因 也因 新捍衛自身價值 如果我們不敢做的話 中共就會更加逍遙 發外 不僅如此 中共的疫苗外交也是一樣 他 美國和他的盟友在疫苗上也開始壓制中共 在3月3日政協新聞發布會上 中共的 政協發言人郭惠敏在吹牛 自至2月底 中共已經向69個國家 以及兩個國際組織提供疫苗 幫助 也向28個國家出口疫苗 但是同日 倫敦的金融時報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說 拜登政府 正是將西方安全對話作為亞洲政策的核心動力 利用疫苗分發對抗中共 是美日印澳希望盡快宣布的一系列舉措之一 即是 拜登政府也是 在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展開會談 合作以定一項為亞洲各國 提供疫苗的計劃 即是說不僅是你中共有的 美日印澳也會向亞洲這些國家提供疫苗 是會減弱中共在地區的影響力 中共的疫苗外交受到美國的正面追擊 這也是 這次的 會議內容 報導說 新德里已經向全球運送了680萬劑免費疫苗 文章說 印度具備生產疫苗的能力 幫助抗衡中共 所以 在發展中國國家就取得更加大的政治影響力 這個 剛才就是美日印澳一起聯手的結果 他就說 中共向巴基斯坦、印尼、土耳其和部分 非洲和南美洲國家輸出疫苗 但是大逆轉趨勢已經開始 在印度積極反擊的同時 歐美等國家也配合 將這些 中共生產的劣貨打垮 近年獲得中共大量投資的孟加拉 將由原本中共贈送的11萬劑疫苗 原本是這樣的 但是在孟加拉拒絕支付疫苗 研發費用之後 中共 不認數 不肯捐 印度立即送給孟加拉 一送就送了200萬劑 中共 中共 你11萬劑有別人給錢 即是印度送 印度可以說是慢慢慢慢取得 在外交方面取代中國 部分的影響力 這個 一直都不是很大的重點 接著說到釣魚台 中國 跟日本之間釣魚台的摩擦越來越嚴重 日本直接公開挑機 他就說 可以開放 旗下的所有的船隻 只要中共有挑釁 可以立即將人擊沉 這個中共 即時不敢亂來 歐美也一直共同譴責中共對香港的民主持續攻擊 這個也不是最重點 最重點是什麼 是這個 政協的工作報告 在整個政協工作報告 由汪洋宣讀的 裡面除了講外交之後 大家都知道 政協其實是政治協商 後來就變成了一個統戰機構 統戰部 也是 政協去管的 然後 現在 全中國 習近平 那麼久以來一個很大的project 叫做一帶一路 但是 在這個工作報告 在人大政協的工作報告 竟然沒有提過一隻字 大家想想 是甚麼一回事 因為一帶一路 基本上 已經是 面臨瓦解 首先 資金很多地方不到位 答應了別人的事情 做不到 而且 審了那麼多錢出去 完全是一些收買能力都沒有 這次 在這個兩會的報告裡面 習近平視為他的 類似十傳武功的東西 竟然是 報告裡面隻字不提 可以告訴大家 一帶一路 其實已經收皮 如果一帶一路收皮 習近平接下來有甚麼要說呢 洪安新區難尾 一帶一路又難尾 大外交已經變成了 雲外交 即是大家只能夠透過網上 用互聯網對話 在網上聊天 實際上 中國的外交可以說 已經沒有任何的空間了 因為 全世界 首先 你去訪問也好 人家就會追問你 香港 新疆西藏的人權狀況 然後就說你支持 這個叫做緬甸的軍政府進行政變 那你怎麼跟外面 談外交呢 每一個 你基本上不用去任何地方訪問的 因為當時 習近平很想去訪問日本 見新人王 但是 人家不想讓你來 人家不想讓你來 好了 現在 一帶一路都玩完了 習近平下一次還有甚麼要唱呢 武器唱 所以這節這麼重要的報告要跟大家說 這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